大家好,歡迎來到飛雪者航法教室 我是Ceno,自從第四集之後,好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在這段期間,其實都收到不少朋友留言 Ruzy一直很等待新一集的推出 抱歉一直要來大家落空 其實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同,真是有點意外 今次回歸,我將繼續在節目中跟你分享我的學拍心得 以及繼續介紹我的心水放飛地點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的節目 無人機一瞬間,就能爬升上天空 鳥陷的視野角度,總是令人著迷 今集,我將會和大家分享螺旋式爬升和下降的技巧 希望大家喜歡 待會兒,再見 會兒,再見 好,再見 各位來看看 оже嗎 第一部份,我們先從最簡單的爬升和下降講起 這一種運鏡技巧常見在一些旅遊的V-Block中 一邊拍攝主角,近鏡的揮手動作 另一邊,無人機同時向後倒飛 爬升直至拍攝到整個遠景 雖然,以上的動作已經可以利用智能飛行模式一鍵完成 但是,如果你能夠掌握當中的手動操作技巧之後 將來就可以在運鏡上變化出更多的可能性 當你熟習了手動斜線升降的技巧之後 可以嘗試同時運用食指調整雲台即是Gimbal的角度 令無人機爬升之後,稍稍調高,跳上雲台 令畫面的構圖更加完整 以下是以相同的片段,以不同的速度播放做一個比較 左方的影片可以令人平息靜氣 從欣賞流水中中的瀑布 慢慢去到沿岸整個宏偉的住宅群 畫面呈現出和諧、寧靜的氣氛 而右邊的影片是將它分成三個段落 以不同的速度播放 鏡頭突然其來的拉遠 整個大環境窄現眼前 營造出戲劇性的視覺效果 第二部份,我們來到螺旋式上升和下降 基本的動作,大致和早前斜線上升很相近 我們特別留意右手面的推桿 我用了一個紅色的圓圈顯示出來 其實它正正顯示了無人機的飛行方向 我們只要兩根手指頭 依照圖示的方向慢慢推 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螺旋式飛行動作 設計大力推桿 以及到飛的時候 也要小心留意背後的障礙物 當你熟習了手動的螺旋升降技巧之後 可以嘗試同時運用食指調整雲台 即是肩部的角度 小心控制主體在畫面的位置 可以一起玩 我將螺旋式上升和下降四種不同的組合整理好 讓大家可以一覽無遺,仔細地比較當中的差異 其實當你掌握了以上技巧之後,模型機的操控應該更得心應手 創作的空間自然又更大 最後一個環節,我將會介紹港島區一個理想的練習地點 它就是柴灣貨物裝石區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駕車去到 旁邊還有少量的位置可以讓你停泊 是真正Park and Fly的練習放機好地方 當中在這個避風塘海港入口 有一座平治的港島品牌中心 它是由一棟工業大廈改建而成的 裡面除了陳列室和維修中心 還有Cafe和一些親子的設施 這次的改建將原本平實方正的廠下 改建成類似郵輪的外形 而在船頭的位置 還放了一個巨型的品牌標誌 可以傲視整個海港 今集的節目完結了 想得到更多航拍的資訊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者Follow我的Facebook專頁 航拍角度 多謝大家欣賞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歡迎回來 我們下集再見